零下14.2度 今天我们测下这个柴暖加热气 看它这个一天能耗多少油 就在这个车里边测试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里边温度 它能升到多少度 先把这个机器里边的油给加满 现在这个机器里边油几乎是没有了 我们现在把这台机器的油给加满 这个机器加的是零耗柴油 因为机器在车里边 这个车里边打开的时候温度也特别高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10号的油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机器加满 能加多少油 现在已经满了 这个零耗柴油是6块6毛8一升 现在是26块2毛5 需要凑一个整加27块钱的 还要再加进去一点 好已经加够了27块钱27整 然后加了4.05升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 现在是8.04分 13度 现在零下13度 我们现在开始打开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有10个档位 一般在车里边 我一般都是用一档 如果是家用 物里边空间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开二档或者三档 它总共有10个档位 车里边开一档都特别暖和 因为这个车的 这个机器的功率特别大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油 已经快解冻了 因为现在是零下十几度的这个温度 不过一会儿这个车内的温度上来受这个油 这个上面这个洞的就可以解冻了 我们现在开始测试这个机器的油耗 用个八九个小时 我们待会儿再去加油 看能加进去多少钱的油 这个加油口呢 我们也不给它拧上了 直接可以看出里边有多少油 现在这个视频呢 是在加速播放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温度一直在上升 其中这个温度达到最高的时候 它会下降 是因为一直在这个开关车门 从这个油箱口 我们也看出这个油是在不断的下降的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零下二度 现在这个车内已经达到了24度 25度最高的时候 达到24度25度的时候 车内是有点热的 我们开了一点窗户 然后这个温度呢 就是有点下降了 从八点开始测试 我们现在16点了 这个大概是八个小时吧 八个小时我们看一下这个油下去了多少 没有下去多少 用手可以勾得着 我们现在去加油 看能加进去多少 我们加的还是刚才的那个零号柴油 这个加油员说 这里边还是满的 满的不过我们还是让它加满一点 和刚才差不多 加到这个油口这里 加油口这里 差不多加满了 我们待会看一下这个机器上显示加进去了多少油 这个加的够满吧 这个加的够满吧 和刚才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了加进去多少 7块2毛8 1.09升 6块6毛8一升 八个小时用了7块2毛8 每个小时还不到一块钱 我们用7块2毛8除以八个小时 也就是每个小时大概就是9毛钱 大家对这个油耗还满意吗 有朋友需要这款柴暖加热器的话 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点击购买 感谢观看